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 欢迎来到穷电影 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男女互换身体的电影我们说过不少 甚至妇女变换身体的 比如原来的喜剧 妇女七日变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一部更加奇葩 是母女变身的 那就是秘密 平静原本和妻子侄子 还有女儿找奈美 过着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 当时一次母女傲人搭巴士 准备回老家祭祖 巴士的司机因为要供养儿子上学 所以兼职加班 因此睡眠不足 结果在路上出了车祸 男主还是看到电视新闻 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出了车祸 赶到医院时 妻子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死前最后握住了女儿的手 结果当女儿找奈美醒来后 17岁的女儿却说自己是侄子 就是她的妻子 简单的理解就是侄子的身体死了 灵魂跑到女儿的身体里 而女儿的灵魂则消失了 虽然很难相信 但是这一切都是如此 男主经历了妻子死去 女儿变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 她不知道该如何悲伤 原因是妻子死的是身体 但还借着女儿的身体活着 而女儿的灵魂消失了 但却还是看得到人 那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子子和男主过着其一的生活 子子用着女儿的身体 立志帮女儿生活下去 准备帮女儿完成高中的学业 并考上医学院 在这个时间里 她在家中依然扮演着妈妈的角色 但是在外面则假装成是男主的女儿 其实这部电影感动人的地方 都是一些小细节 不过这对怪夫妻生活在一起 一定会遇到尴尬的问题 那就是夫妻生活 虽然小说中比较隐晦 但是电影反而做出了突破 但是却恰到好处 毕竟中年大叔和少女之间的 暧昧不明的情愫 很容易就演得很猥琐 演员小林轩把握得非常好 让人觉得很温先 一点都不猥琐 为了守护和子子之间的深深感情 男主否定了再婚的可能 为了守护长内美纯洁的身体 他过上了境遇的生活 这个中年男人把所有的爱都投入在 这个不再是他老婆的老婆身上 但是到了大学后拥有找奈美红帽的侄子 在学校里面认识了英俊的学长 被学长猛烈的追求 男主发现之后痛苦非常 缓缓不可终日 我想是谁都会如此吧 于是他开始慢慢约束侄子的生活 并且私下偷听他的电话 和偷窥他的私人物品 甚至一次他窃听到侄子的电话 跟踪到约会地点 警告那个小青年远离他的女儿 被小青年访问到 为什么不能接近的时候 他理屈词穷 深深的憋出一句 暴笑全场的话 因为我们是外星人真的太可爱了 当然也因为男主这样过激之举 反而引起了侄子的强烈反感 甚至两个人陷入了僵持 侄子自从接替找奈美的身体 就想着 无论为了死去的找奈美 还是为了死去的自己 都应该好好地精彩地度过青春 但对男主的爱和责任 让他内心倍感煎熬 在这个看不到爱情出口的角力中 爱得深的那个人只能先伸手 才能让另外一个人得到幸福 所以男主伸手了 放侄子自由 那句他说的 做你想做的吧 这张老是芭蕉又很好欺负 又很阴冷 很坚强 很伟大的脸 真的叫人又爱又怜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放手的第二天 女儿找奈美回来了 准确地说是人格回来了 男主又惊又血 从此作为父亲的喜悦 但他以为一切都正常了 有一天侄子回来了 侄子让男主陪他到第一次约会的海边 他在老公的肩头沉睡又苏醒 告别作为侄子的自己 正是以找奈美的身份生活 就这样若干年后 一直蒙在鼓里的男主 把侄子嫁给了别的男人 慌礼前 侄子忍不住 对他做了一下 夫妻之间亲力的摸下巴小动作 男主才猛然发现 原来找奈美从来就没有回来 这个他牺牲幸福 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女孩 其实就是自己的老婆 当时他还是把侄子 交到了女婿手中 让他去过新的人生 这种牺牲既包含了 对活着侄子的爱 也包含了对死去找奈美的爱 而侄子对男主的欺骗 其实是善意的 如果不是最后一个 举动暴露了秘密 其实我们是否想过 为什么侄子会这样做呢 所谓的侄子用女儿的生活 有更广阔的天空和蔚蓝 像被放飞的厨英 男主却如任何一个中年父亲 和丈夫一样 逐渐昌老 他跟不上他人 他放飞他 他叫他不是侄子 而是找奈美 然后他选择做找奈美 他本来就是他 无论是多么精湛的眼镜 骗过多少人 他始终都是他 所以最后结婚的一个动作 出卖了自己 他用自己的称慧 和无限的爱 亲手策划了一个 让他逐渐接受直直离开的骗局 让Tone少一点 再少一点 回忆多一点 有多努力 有多压抑 或许开始骗过的 仅仅只是男主一个人 只要骗过他就好 然后他们在一夫妻 一妇女之间的诡异而扭曲的关系 逐渐挣扎着 不想彼此伤害 却总是伤得最深 秘密就是用泪水和笑 换来的我爱你 真的很棒 推荐大家去看看